一个女人需要多久才能忘记一个深爱过的男人 忘记一个人是很痛苦的,也是不可能的 都说时间是最好的疗伤方子,其实未必 深爱过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你不也没忘记他吗 忘不了的人一定是深爱过,放不下的情一定是期待过 放肆的泪水下一定是因为放弃过曾经的承诺 一段未了情,即使再深爱也不能相守 一段刻骨铭心的情,即使再留恋也不能再拥有 但是那个人的那段情,那回忆,那曾经的美好 变成了淡淡的伤,淡淡的牵挂,深爱过却无果 回忆变成每个人眼中最靓丽的风景 忘记一个人与联不联系无关,他若在你心里 即便永生不见,也总会是你心头的一抹诸杀 他若不在你心,即便日日相见,也不会让你心里掀起一点波澜 有些人见了一辈子,也忽略了一辈子 有些人你见了一眼,却影响你一生 所以爱与不爱,距离不是问题 忘记与否,与时间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减轻爱过的痛苦,爱过后的伤疤呢 第一,学会试着爱别人 老话说得好,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既然两个人爱的缘分已经到了,那么就应该学会放弃 当然放手是一种别离的痛,而且让人痛不欲生 即使这样我们也要释怀,要把爱分出去,学会寻找下一份缘分 这样有利于减轻痛楚 二,集中精力专注于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事物上 既然放手了,爱过的痛是在所难免 我们不妨把精力集中起来,用心专注去经营管理一件事 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分散其他注意力,去想其他事情 这样就有利于更快忘记一份曾经的爱 第三,控制力,自自力 人都是有思想的,都是有自自能力的 只要你控制自己不去想,不去做 你的心就会慢慢静下来 那份爱就会被时间冲淡 我们就会从中真正的解脱出来 甩掉感情的包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总言而知,想要忘记一个深爱的人 可谓是难上加难 不仅心理上,而且时间上 也有时需要用一辈子 甚至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其他方面减轻